在台湾 医学美容保养品产业中 拥有台湾医美娘子居美名的 丽金之家 深耕台湾医学美容通路 以美丽健康和热心的专业服务 广受台湾地区医院、诊所 以及药妆店的爱戴 101年9月 丽金之家以20年医美市场服务经验 美丽的脚步前进中国大陆 在广州举办的国际美容博览会中 丽金之家以最专业的医美知识 提供即将萌芽的大陆医美业者 在经营医美通路 与服务医美客人的知识上 加以辅导与传承 此外 丽金之家总经理林瑞琴 跟与合作厂商共同推出最新的医美保养品 在美博会中与内地朋友分享 到我们的餐位 我们请了我们的美容棍 来帮你把它卸掉 然后你还顺便拿到我们的小礼物 对不对 是 对的 我们准备了很多很丰富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是的 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经理 那经理其实你的礼物真的准备太多了 丽金之家总经理林瑞琴表示 台湾医美产业的发展 今年来以朝向更精致 与更深入的保养内容 这些经验和过程 都有助于正在启航的内地市场参着 我们是以医学美容机构为通路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销售在医院跟诊所 我们的产品是跟医生做很密切的合作 那我们的产品在台湾呢 也经过医生帮我们证明它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在各种疗程 磨针 镭射 浸腹之后 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深层修复 那我相信不只在大陆内地 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在做机器一个破坏性的治疗 所以有很多问题皮肤会产生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由这个为衍生 帮我们做一个疗程之后很好的修复 让我们减少维系的一个问题 历经之家的服务 深受欧美知名科技品牌大厂的肯定 代理与经销和世界同步的医学美容保养品 此外基于多年研究华人皮肤 与了解医美需求的经验 也朝向自行研发 由专业生产厂房制造的自由品牌 让更多重视皮肤 毛发 身体健康美丽的人 都能够选择最合适的保养品 是历经之家最大的自我期许 而历经之家 娘子君的爱心也不落人后 长期关注弱势团体的用心 使得历经之家与921地震受灾妇女合作 以手工缝制的花布包 作为医美保养品的手提袋 创意与传统结合 让娘子君的爱 随着医美保养品散播出去 请不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